受疫情影响停办三年的花莲县老人继家庭关怀协会爱心云游会 星期六上午再度登场 各界爱心热情涌入 协力摊位十分踴跃 台影人寿也持续挹注力量 呼吁更多企业社团一起来关心独居老人 花莲县老人继家庭关怀协会爱心云游会 在疫情逐渐趋缓之后终于再度举行 今年也获得许多企业社团和善心人士的热情响应 云游会非常热闹 老家特别一直强调的就是一个属于老大人的一个爱心云游会 你可以看到一个早上来很多私人的长辈老家特别都专车接送他们来参加 而且这里真的是来的长辈特别多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爱心云游会 老家希望能够让这些社会大众更了解我们独居长者跟弱势长辈的 这边他们的一个需要 也透过社会各界的力量 让这些我们服务的这些弱势长辈他们知道说 其实社会大众大家都是非常希望能够帮助他们 也让社会大家一起来发挥一个敬老跟一个爱老的一个精神 连续多年支持老家协会的台银人寿 今年同样大力赞助园游会 也呼吁更多人来关心独居老人 因为我们台湾金控台银人寿本来对于公益活动都很支持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这将近十年的针对老家协会跟他们共同主办 来抛砖引玉希望让我们社会更多数的人 大家一起来重视我们老大人的照顾 另外我们在活动上我们会特别准备可爱的气球 希望让我们的民众能够捐当月的发票 五张左右 那我们拿到的发票之后 我们也会捐给我们老家协会 我想发票的收益 其实对老家协会是很重要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台湾人寿在微型保险这一块 一直都是很认真在为社会的弱势团体做一些帮助 所以老家协会大概有将近80位的他们照顾的对象 是由我们公司包含我们的同仁来乐捐那个保费 一年192块给我们老大人一年30万的保障 其实对他们未来如果不小心发生意外的时候 有一个基本的照顾 这一场针对弱势老大人举办的原油会 各个摊位都使出了浑身结束 准备各式吃的喝的玩的吸引人潮聚集 现场还有上腾中学意见服务 还有敲响爱心罗 老家协会表示 这次共卖出7500张面额100块钱的原油券 募得款项会作为独居弱势长辈整合性服务金费 接着会幻视报道 感谢观看